好 今天是这个韩战60周年纪念日好快 那么南北韩双方都各自举行了纪念活动 有老兵在现场感慨战争之残酷 但是一甲子过去了 现在南韩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战争为何物 韩战60周年 当年参战的老兵如今以白发苍苍 步履阑珊或者是坐着轮椅来到韩战纪念馆 当年的美军远渡重洋来朝鲜半岛打仗 但这段历史却刻意的被国家遗忘 令他们十分感叹 解体前的俄罗斯为了扩张共产主义的版图 侧动北韩向南韩发动攻击 1950年韩战爆发 南韩的后方有美国支援 这场战争牵涉了中美俄三国 混战共持续了三年 1953年南北韩双方签下停火协议 而非和平协议 因此以技术层面上来说 战争还没有结束 之后双方被北纬38度线分隔 时至今日 南韩经济突飞猛进 已要成为全球15大经济体 而北韩仍旧固步自封 贫穷困苦 而近期南北韩又因为天安建事件 关系再度陷入紧张 韩战60年后的今天 南北韩的例行纪念活动依旧 只是南韩现在年轻的一辈 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韩战 中天新闻梦新一报道 所以呢